救援队把听诊器靠在墙上开始倾听 并不断用手指敲击着墙面 因为据房子的主人说 从墙壁里面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不管是真是假 他们决定砸开墙壁看一下 队员狙起斧头就要开干 队长赶紧制止了他 因为这样大概率会上到婴儿 他们拿来切割机开始切割墙面 另一边的队员也开始在楼上展开调查 询问是否有未成年少女产下婴儿 队长这边很快找到了管道的位置 他们开始将管道拆卸下来 经过三人的不懈努力 他们成功把管道取了下来 在管道里面果真卡着一个婴儿 他们将管子切断 然后在管壁上涂上润滑油 三人成功把里面的婴儿推了出来 但此刻婴儿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 他们赶紧开始抢救 从婴儿嘴里把卡住的异物抠了出来 婴儿也终于发出了哭喊 但现在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 得赶紧把他送往医院 此刻楼上的队员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在地上发现了血迹 跟着血迹一路找过去 终于在一家正在装修的房子里 找到了生下婴儿的地方